欢迎来到我的IOH Talk 我是就读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二年级的吴冠宣 首先来自台中的张先生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多热心一点哪怕穷热心 这是我的讲座目录 首先我会为大家自我介绍 接着介绍我所读的台湾大学以及社工系 然后介绍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以及我的课外活动和经验分享 最后是我大学两年以来的心得与收获 那就来为大家自我介绍吧 从小到大老师或父母都告诉我们 台北市的学生好像比较优秀 比较有竞争力 那我常常在想 为什么我们才隔一座台北桥 好像新北市就好像比台北市还要落后 那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很聪明 但是他们好像会觉得世界比较小 就比较不会以读建宗北一女或是读台大 读哈佛为他们的第一目标 他们可能会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比较重要 那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关注教育资源落差的议题 就常常在想 为什么会有一些地方不一样 是不是因为当地的社会背景啊 当地的家庭结构都有非常特殊的文化 那这也是造成我想要读社工信的原因之一 我的人格特质是非常喜欢观察人跟微小的事物 那怎么说呢 我常常在搭公车或搭捷运的时候 都会看看旁边的人在做什么事 像是他为什么今天穿这样的衣服 为什么他穿这样的鞋子 为什么他好像满头大汗的 是不是刚才做了什么事 这么说起来有点像是偷窥狂 但我觉得是观察生活周遭的人 是我平常的乐趣之一 那因为这样我非常喜欢剖西人性的电影 像是选一片啊或是推影片 那这也开启了我对心理学的兴趣 那我也非常喜欢到处旅行 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的风景啊人物 都有特别的文化和特别的故事 在旅行当中我也会用相机捕捉我所看到的一切 那在旅行之中呢 我常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社区和很特别的文化 那像照片中的瓜山社区 它位在瑞芳的金瓜石 当地原本是做矿山啊 到后来比较没落 但是还是有一些很特别的风景和人 那我就会发现人和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那再来讲更多一点我想如色工系的原因 当初呢因为我在国中和高雄的时候 还蛮长一段时间是当辅导鼓掌 那蛮长去辅导是跑跑业务啊或什么 那也常常看到很多同学都会去找辅导老师啊 甚至还会去找社工 可能是心情不好才去找这些人 或者是需要一些其他特别的资源 那我觉得像社工服导老师可以给同学正向的力量 是非常温暖 非常让我敬佩的 那我也想要回到我所居住的如洲 我想要告诉在台北桥另外一头的孩子不必自卑 我们并没有比较落后 我们也没有比台北市的孩子更不聪明 或我们比较笨 我到高中的时候读高中的台北市的高中 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有自信 那我想要回去带一些资源回去到我所热爱的家乡 我想成为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人 温柔不仅仅是对别人 还是对自己也要很温柔 那有力量的话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的讲座主旨是 社工系的培育如何造就我想要获得的力量 去改变我看到的一切 接着为大家介绍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位于交通非常方便的捷运公馆站 那附近有公馆夜市啊 那校门口一出来就有公馆捷运站 非常方便 那宿舍的部分是升大二抽一次就可以 一直住到大四 那住在台北基隆的人 可能就没办法租到一般四人房那种宿舍 但是可以另外排BOT宿舍 是设备比较高级比较好 但房租也相对比较贵 那我们校园非常的广大 每个人一定都要有一台脚踏车 从前门走到后门可能要花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我所就读的社工系呢 他的这种系管就在遥远的后门 我每次上学都要从公馆捷运站附近 骑我的脚踏车 骑个十分钟骑到后门 那我们校园年度的盛事有非常多 首先是每年三月的杜鹃花节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高中生来到 每个系百的摊位上问问题 可能是问这个科系在做什么 或者是面试要怎么面试这样 那想要训练口条的同学可以趁这个机会 那每个系的支夜和粥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支夜是提供一个舞台 让大家尽情的表演展现自己 那粥呢就是会每个系会在一个礼拜 在广场上面摆摊卖自己 自己做的食物或者是系上的特色产品 这也是每个系赚大钱的好时机 那艺术季呢跟音乐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想要训练自己活动策划能力 以及认识很多别系的人 增进团队后所有能力的话 都可以来这两个活动当活动的工作人员 那我们系海外交换的机会也非常多 合作的学校有41个国家 很跨五大洲 235间 每年都有很多人申请交换 那建议在申请交换前一年 可以准备好自己的语言能力证明 那我们还有学分学程 那学程那都是跨领域的专场 所以会很跨各种不同的系 像是人口性别研究学程啊 或是老人学程 中英翻译学程等等 那我自己呢就是说传播学程 那每个系的申请方式不太一定 因为是跨领域的就由不同系所负责 那像中英翻译可能就要考试啊 那每年都可以上网自己查一下 那接着为大家介绍社会工作学系 那社会工作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他是一门助人的专业 那很多人可能会问说 那是不是就是在做善事 是不是就和志工一样 那念社工系的人最讨厌别人问说 社工是不是志工这句话 那其实社工呢是有一套系统性有目标的在专业训练 而且社工是有薪水的 那志工呢就比较美用 比较像是资源性的服务这样 那社工可以做的领域也非常多 像是他比较常在做资源的输送啊 或是资源媒合 那也可以做比较广面的倡议 像政府倡议改变制度之类的 也可以作为一个教育者 宣传一些社会的理念 所以社工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那与相似科系的差异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社会系的话是以比较聚观的层面去看这个社会 去分析这个社会 所以他们会比较重视理论 社会的制度跟社会的结构 那心理系呢就是用比较围观的角度去看 一个人内心的心理活动 那社工系教我们的就从围观到聚观都有 那比较重视的是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那生态系统观点这六个字会贯穿社工系四年的学习 那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它告诉我们人的角度有分 观察人的角度有分非常多个层次 主要有这三种 为视、中视、俱视 那为视呢就是在观察个人的家庭 还有那些心理活动跟家庭关系 那中视呢就是注重社区、学校、工作环境 那俱视就是更大一个层面 像是社会啊、文化啊、政策 那我们在分析一个个案或是一个事件的时候 都会用各种这三种不同的视角去分析 那社会工作应用的领域也很多 常常是大家所认为的弱势族群 那我认为不应该为这些人贴标签 毕竟大家都是社会的同一个分子 像是老人啊、儿少啊、妇女啊 或是身心障碍啊、心理卫生指的就是精神障碍方面的 那我们常用的直接服务方法有个案工作 那个案工作呢是也是达尔必修课 我们会在这堂课学到访谈技巧 然后怎么画家系图、生态图 那生态图顾名思义是个案身边有什么资源 我们可以为他连结的 那这也是生态图教我们的 那团体工作也是很常见的方法 是我们卫会团体设计一个有目标的方案 然后这也是必修课之一 我们会在课堂上实际带领同学我们自己设计的方案 像是我们这一组就设计减腰书压的团体方案 非常有趣 那社区工作只是大三会学到的 那他会要求我们观察社区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设计一个方案去执行 那刚才有简单介绍了三门 我们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服务方法 也分别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必修课 那我们大一呢 主要都是在学一些比较基础的概论 像是社会工作概论啊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或是普通心理学等等 那大二就会学到我刚才介绍的 个案工作团体方法 跟社会研究方法之类的 那大三大四就是为实习而做准备 那生大四的暑假跟大四的上学期都要去实习 那大二有一门非常重的课 在有社会研究方法 它贯穿了一整年 那像我们这一组研究的题目是 大学生对不爱做的看法 那我们会学到怎么用统计去分析 那又怎么用 怎么用调查 怎么用田野调查去 与数字结合 那让我们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那大三大四很多人会开始 会准备要去实习 那实习的场域不外乎是一些常听到的机构 像是立心基金会啊 或者是关爱之家之类的 那我们大二以上才能开始慢慢的选修一些选修课 选修课就是 可以更专精某一个领域 像是青少年社会工作 或是老人社会工作 就是针对特殊的领域去选修 那念社工系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一定要非常有爱心 很喜欢帮助别人吗 其实我觉得只要你喜欢观察人 常常思考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还有你常常关心社会 对社会上的议题啊 和一些比较特别的族群 有一定的关心程度 还有你要保有好奇心 就是你常常思考为什么 你常常会问为什么这个人会发生这样的事 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社会事件 以及更重要的同理心 那同理心的话并不是同情心哦 同情是我觉得你很可怜 所以我帮助你 这是同情 那同理心呢 是把自己站在跟对方同一个角度 就是与对方感同身受 还有聆听 因为在读社工系的时候 你可能会常常接触到一些与自己成长背景啊 非常不同的个案 那你可能没有像他们一样 人生发生那么重压的变故 那价值观可能也都和自己非常不一样 那如果你有非常好聆听能力 能够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 也是非常适合的 还有如果你想要改变现状 你想要让现在的社会变得更好 你想要改变更多事情 那社工系也会是你的好选择 那其实在我们系上会有蛮多同学想要转系的 那以下是我想几个可能的原因 首先社工系常常会被进入成为台大的跳板 那因为可能社会对社会工作这个系还不太了解 或者是因为其实社工系好像分数没有像法律系啊 或者是财经系大家所认为一类的第一支援分数那么高 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先进来台大再说 那另外就是社工系的课并没有很难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刚才主要说到社会工作主要教我们如何分析人 如何观察人 那我们要学会这些事情其实比要学微积分啊或是会计那些好像还要简单还要好懂一些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学微积分学会计那些才是比高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可能会在社工系比较没有什么新的收获 那必修课也蛮少的像是我大二的上学期就只有六个学分 那可能有些同学就会趁必修课很少的学期去学外系的课 那就对外系比较有兴趣 所以你要进入社工系之前 我觉得你要想想你自己是不是很适合 那你进入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那为什么我还会留在社工系呢 除了我刚才说我想进入社工系的原因之外 社工系的魔力还有这些像是带我拓展更多观察的视角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观察人 所以我学到这些更多的方法可以让我更享受我这个自己的小小乐趣 那社工系的培育也让我相信每件事都有原因的 像是杀人犯并不是因为像大家说他就是个坏人 所以他才会去杀人 往往背后都是有一些社会啊 或是家庭啊 或是各种原因的理由 那绝对不是某个单纯一个人的错误 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那我认为这样的训练培养了透展我的价值观 那社工未来的初度呢 就是当一般的社工师啊 或者是公职社工师 那公职社工师的话待遇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是大家挤破头 所以那他也比较难考 那未来工作场域不会爱呼吸一些非营利组织 那学校也可以见到社工的身影 那学校社工主则在青少年啊 家庭啊社区这些范围 那医院社工呢会处理医疗纠纷啊 那还有医疗社区资源连结等等 或者是公家机关 那像社会局啊 就会做一些社会福利行政的事情 年社工系的同学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求职 或者是现在非常创新的社会企业 因为社会企业的职责是在解决社会的问题 那相信在社工系的培育 也非常适合在新兴的社会企业 有大展身手 那印象深刻的课程有社会工作与行销 那社会工作与行销是一门系上的选修课 它是会教我们非营利行销 还有理念行销 那什么是非营利行销跟理念行销呢 就像是非营利行销是在行销 营利组织的品牌民生或是活动 像是基二三十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活动 它可能就策划了这样的活动 让大家更认识世界展望会在做的事情 那理念行销就像是 董事基金会在宣传反烟的戒烟的活动 那它如何将这些观念灌输给社会大众 也是这堂课会教我们的 那也因为说这堂课让我思考到 当社会工作碰上媒体的可能性 以媒体的力量 好像作为改变社会的手段是非常适合的 那我认为媒体有非常强大又及时的力量 但是社会工作和媒体的本质 好像又有点矛盾 社会工作在告诉我们要为个案保密 但媒体却又要求要把资讯公开 那这两者如何结合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但我相信他们会有结合可能 因此我选择修了传播学程 想要更了解传播这个领域 那媒体素养这门课也是传播学程的一门课 那同时也是通试课 那这门课会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月听人 老师会带我们分析媒体的产权结构 像是旺旺啊中天啊合并案件 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反媒体拒兽之类的事情 那也会告诉我们怎么反思啊要如何改变媒体环境 那期末的时候我们会和小组一起合作拍出一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可以放到公用频道上播出 那老人长照团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课 它是老人学生课同时也是物质系的选修课 那因为可以和很多物质系啊 纸质系的同学 甚至是护理学的同学一起上课 然后我们还会跨领域合作 设计一个老人的团体方案 那这时候就是各个专业大显身手好时机啊 像是一个方案过程可能会有活动 那最后还要有反馈回馈的时间 那可能社工系的我就比较注重在心理层面 所以我在设计回馈的时间会比较拿手 那可能指质系跟物质系的同学 对身体的结构啊比较了解 可能就会设计一些老人运动的一些活动 那我觉得这场课非常有趣 那接着为大家介绍我的课外活动 那我想要介绍社团经验 那我参加自闭心语服务社 那这个社团呢是在为自闭症的孩子服务的 那这个社团非常重视活动目标 每次的活动结束跟开始都会订定 为自闭症的孩子订定一些目标 那每次都会检视这些成效 那并不是像素营啊 或者是其他的应对 就只是为了办活动的办活动 我觉得这是让我学到非常多一个地方 那我也担任过宣传这个干部 那在当做干部的时候 我们曾经到街头上为大家破解一些关于自闭症的迷思 像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自闭症可能是就是很孤独在角落画圈圈 是被霸凌所造成的 那我们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自闭症是天生的 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些问题 还有抽奖活动在路上进行 那和陌生人讲解这些观念 那有些人觉得更了解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那我大一的时候 有参加系上系学会的离岛客服计划 那我是担任招补讨论的角色 那会有这个计划形成原因是 有一个学界是马祖东影那个岛的人 那他想要为他故乡的孩子 每个礼拜做线上的客服 那定期的陪伴他们 那我非常认同这个理念 因此加入了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非常重视长期的陪伴 主要是因为东影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岛 那可能接触到的世界不像台北那么多多元的环境 那透过线上客服 有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作为他的榜样 告诉他世界其实很大 那未来其实有很多想象 那和我在卢州的经验是有点相似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团队 那这个机会也让我反思到 其实好像不是只是为人服务而已 其实我自己也有成长 我并不是永远是手心向下的那个人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谁永远手心向下 或永远手心向上 其实我们是一起牵着手 一起走过成长的历程 那我也因为加入了自闭型语服务社 以及刚才的理疗客服计划 让我思考到我的服务官 我常会觉得一些服务队啊 可能就是到一个特定的地方 然后办完一次营队就结束了 但之后下一次要办营队的时候 又选择另外一个地方 那我更想要的服务官是长期的陪伴 那长期的和一个地方培养关系 和一个地方的人建立连结 那才是我所认为的服务官 那接着讲一下我的课外的经验 那我特别的经验是 我大家上学期的时候到餐厅打工 那在打工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接触到 各式各样不同领域的人 那打工的同事呢 也和我不太一样 就是只有我是念普通大学 其他人可能是稿制啊 科技大学或者是武专等等 那客人也有各式各样的样子 那也是我在浮衍的乐趣 可以认识到 更多不同领域的人的价值观是什么 那也培养了我的同理心 那在服务客人的时候 可能就要为客人多想一点 那打工的时候 时间总是不够用 那也学到了时间分配的技巧 常常打工跟念书 也总是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我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个到淡水的摄影计划 它本来只是我在修摄影学这门课的一个作业 那老师并没有指定我们到哪里 我自己选择到淡水 那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 那我其实对淡水这个地方还蛮熟悉的 因为离卢洲非常的近 那我透过这次的计划 又再一次更认识这个地方 那我也和途中这位老伯伯有稍微的聊了一两句话 那因为我常常每次拍照的时候都看到同一个人 那我就想要 总共有一天我就鼓起勇气想要和他聊天 于是我就上前和他问说 这是你不得于妈之类的 那在那个过程呢 我觉得和当地的人建立一个连结 好像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只要你肯花时间 你肯用心观察 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那这样的想法也和我在社工系学到有一点关系 那在社工系总是假如我们要跟人建立关系啊 或者是长期的根源一个地方啊 那我们有很多角度去观察人啊 那我觉得我说我的经验 都和社工系是环环相口的 那最后我想分享我大学的心得跟收获 那我觉得一定要思考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在大学期间要用 如果不管在你是高中生或是已经出社会的人 那你一定会有很茫然的时候 你可能会很挫折 会觉得没有成就感 那在这种时候 你更要问问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那你只有问为什么 你才会去想到你行动的动机 那也许你问了好几次自己为什么 你就会造成你行动上的改变 也还有思考上的改变 那我觉得你也一定要保持温柔 不只是对自己温柔 也要对他人温柔 对自己温柔的意思是接纳全部的自己 不管是自己的优点或是缺点 自信呢是个人风格的展现 只有接纳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让自己很有自信 那做事也非常的有条例 非常的顺利 那你也要对别人有同理心 要与他人要感同身受 因为只有同理心才能减少误会和冲突 最后我觉得要持续的扩充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要不断的充实自己 不断的学习 那这样子你才有力量去改变社会 去让世界变成你想看到的样子 那以上就是我的Alex讲座 石头 CJ